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毫不客气地让身后护工离开 却不料下一刻 护工突然用细绳勒住他的脖子 双手发力 瞬间夺取大佬的性命 做完这一切 护工不去理会病床长魂飞魄散的大佬母亲 风轻云淡地返回车内 他正是令人弹枝色变的职业杀手刘易思 只见刘易思掏出手机 给雇主汇报任务完成 可他却怎么也找不到车钥匙 就在慌乱间 刘易思终于在口袋里摸到了钥匙 但这并没有让他松一口气 反而面色更加凝重 因为刘易思明白 自己的阿兹海默症已经开始加剧 与此同时 美国德克萨斯州境内 FBN探员文森特刚倒毁了一个贩卖人口 强迫未成年人的犯罪组织 并救下一个墨西哥裔女孩 碧翠斯 可怕的是 犯罪组织的头目正是他的父亲 可尽管文森特将碧翠斯的父亲解决 却因此遭到碧翠斯的记痕 上集也指责他行事鲁莽 因为这场行动耗费了美墨两国大量时间 他们原本打算今晚顺藤摸瓜 找出藏在背后的大鱼 结果现在线索中断 不过好在并非全无机会 文森特断定 碧翠斯一定知道什么 他隔天在收容所找到碧翠斯 看着女孩愤怒的眼神 文森特不由自主的生起愧疚之情 那拿出买来的书籍想要补偿 却被一把推开 碧翠斯明白文森特前来只是为了调查 他也清楚如果供出幕后之人 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所以他态度坚决 拒不配合 不过文森特的目的并不单单于此 他不忍看碧翠斯堕落下去 愿意送他到教养院 并为其寻找领养家庭 文森特并不想得到回报 只是希望弥补自己的错误 另一边 刘易斯找到给自己介绍任务的好友莫里 表示想要筋盆洗手 然而莫里在听到这番话后 瞬间变了脸色 他非但没有同意让刘易斯退出 反而又给他指派了新的任务 眼看刘易斯仍要拒绝 莫里冷声提起他在疗养院的哥哥 话语中满是威胁之意 并再度强调 这一行没有退出的规矩 这让刘易斯眼中露出很辣的光芒 可为了自己的家人 他只好强人怒气接下任务 从莫里家中离开后 刘易斯来到约定酒店见到雇主 拿到了目标的信息 当天夜里 刘易斯持枪闯入目标家中 逼迫其从保险箱取出一个U盘 就在这时 目标的女儿突然出现 为了不引起混乱 刘易斯用力控制住目标 让她生生窒息而亡 接着拿走U盘迅速离开 在向雇主汇报任务完成后 刘易斯收到下一个目标的信息 次日清晨 文森特与副手接到报案 受害者正视刘易斯的目标 当地警长丹尼已经封锁现场 为了不引起纠纷 文森特便让丹尼询问受害者 妻子具体情况 却得知二人感情出现裂痕 妻子对丈夫为什么遇害 毫不知情 此刻 刘易斯来到疗养院探望哥哥 他拿出承载兄弟二人记忆的硬币 想要以此来将其唤醒 但效果却微乎其微 看着被病症折磨成植物人的哥哥 刘易斯心中无味杂陈 他想再找些话题 却发现自己的记忆也已丢失许多 眼前的景象仿佛一面镜子 刘易斯明白 要不了多久 自己就会变成这样 他只能起身与哥哥道别 快速逃离这悲伤之地 而文森特误杀碧翠斯父亲 这件事仍在发酵 上级决定重组专案组 并让墨西哥警探巫国返回家乡 这让在场众人既气愤又无奈 文森特只能放下眼前工作 将碧翠斯送到教养院 可他却不知道 碧翠斯正是刘易斯的下一个目标 而此时 刘易斯已经来到教养院外 一目降临 他悄无声息地潜入房屋 很快便找到熟睡的碧翠斯 刘易斯举起武器就要扣动扳机 猛然发现 碧翠斯与照片中成熟的模样完全不同 他竟是一个小女孩 一时间 刘易斯心中大惊 他尽管是杀手 却也有自己的底线 那就是不碰孩子 听着碧翠斯惊恐的话语 刘易斯收起武器 转身狼狈逃离 隔天 他带着满枪怒火找到雇主 很声表示自己放弃任务 并从钱包中得知雇主的姓名和住址 威胁如果碧翠斯遭受危险 自己一定不会放过他 刘易斯的威胁让男人六神无主 他急忙联系上自己的老板 地场大亨打瓦娜 得知雇盘仍在刘易斯手中 达瓦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眼下最棘手的还是碧翠斯 这个女孩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必须尽快拆除 就在达瓦娜心生毒气的同时 刘易斯已经回到酒店 他替一旁的女人玛雅赶走流氓 二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 可在睡梦中 刘易斯的身体突然剧烈颤抖 他看到自己开枪将碧翠斯解决 大行间滚落窗铺 好在这只是一场梦 在玛雅的安抚下 刘易斯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然而次日清晨 他竟得知碧翠斯真的在昨晚遇害 在向玛雅确认自己一直没有外出后 刘易斯明白又有杀手来了 他连声嘱托玛雅不要离开房间 接着快步向外逃去 刘易斯闪身进入停车场 在上车时他留了个心眼 他下一看 只见彻底被人安放了炸弹 这让刘易斯一阵后怕 如果没有检查 那现在自己已经被炸成焦炭 可这并不代表他躲过一劫 下一刻 埋伏在停车场的杀手突然开枪 抬头看去 竟是好友莫里 就在刘易斯匆忙躲避时 玛雅追了过来 手里取着他望在房间的药瓶 见此情景 刘易斯大惊失色 冲上去警告他快点离开 却还是晚了一步 莫里精准一枪命中玛雅的脖色 等刘易斯跑来 倒在他怀中的仅剩一具尸体 那瓶药片也散落一地 看着玛雅灰白的双眼 刘易斯的愤怒喷涌而出 他起身朝莫里疯狂扣动扳机 强声如古典般密集不断 子弹携带着怒火接连射来 打得莫里抱头鼠窜 但刘易斯又怎么会给他逃跑的机会 直接大步追上 挥舞着拳头 疯狂发现出心中的怒火 直至把莫里揍得鲜血淋漓才肯罢休 刘易斯将玛雅的尸体放进后备箱 又把莫里绑在驾驶座上 不顾其私生哀嚎 拿起手机引爆炸弹 让烈火洗一滴这个背叛者的罪孽 不久后 文森特等人赶到现场 他敏锐发现掉在地上的药品 急忙让丹尼等人拿去化验 与此同时 准备离开的乌国也看到新闻 当即返回找到文森特 告诉他虽然最近被踢出专案组 但可以借助墨西哥公民的身份 暗中协助调查 另一边 刘易斯的愤怒仍未平息 他趁着雨夜 找到正在健身的雇主 隔着玻璃一枪将其击毙 而后返回多年未住的面包店 将优盘插进电脑 想要看看这群人究竟在隐藏什么 却不料因此发现了惊天大秘密 原来真正的雇主就是达瓦娜 而这一切的起因 是达瓦娜儿子兰迪的变态癖好被发现 他只好雇佣杀手 销毁罪证 看着屏幕中不堪入目的画面 刘易斯满心痛苦的和尚电脑 再将关键信息记在手臂上后 他握紧手枪 发誓要让这个禽兽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 警方已经将健身房封锁 丹尼也检测出 吊在现场的是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物 不过眼下这一点并不重要 文森特与乌果找到死者的妻子波登 得知死者生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律师 眼看对方情绪不稳定 文森特明白问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留下名片后起身离开 不过乌果却意味深长地看了波登一眼 显然他心中已经有了打算 但刘易斯却比他们更快一步 隔天他突然拨通文森特的电话 主动表明身份 并告诉他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正义 他们的对手是某位全史滔天之人 如果自己最终失败 希望文森特能完成他们共同的目标 说完 刘易斯便挂断电话 此刻 副手终于查到信号就在警局楼下 二人拔腿赶去 却只找到留在座椅上的手机 不过文森特已经明白 按照法律流程 他们至少需要两到三年 才能将罪犯送进监狱 或许刘易斯的做法有些极端 但这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 就在文森特有了新发现的同时 吴果再度找上波登 他无视对方挑逗的话语 只想问出新的线索 波登坚状 只好告诉他 自己曾听丈夫和一个来自墨西哥城的人交谈 而他的雇主正是地产龙头达瓦娜 这显然是一条重要线索 文森特几人通过调查发现 波登丈夫一直在为兰迪工作 而碧翠斯曾被送往兰迪名下的一座设施 这下三人算是首得云开见月明 明白刘易斯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兰迪 巧合的是 今晚兰迪会举行一场游艇派对 那里显然是下手的绝佳地点 想到这儿的三人 人齐忙赶往现场 副手与误果在游艇上搜寻 文森特则在外围掌控全局 可就在他下车的时候 刻然看到地上散落的药片 顿时明白刘易斯就在游艇上 此刻兰迪心中的火焰已经燃起 他带着一个女孩回到屋中 却不料刘易斯藏在卫生间 他安抚过女孩惊慌的情绪 开始了自己的杀戮 兰迪本以为迎接自己的是香烟场面 但等来的却是死神的子弹 等文森特赶到房间 只看到兰迪的尸体 他急忙冲出游艇 一眼便在人群中发现刘易斯的背影 火速追了上去 可他哪里是刘易斯的对手 寻找剑被取枪敌出脑袋 好在刘易斯并无恶意 表明只是想在死前做些善事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觉察到不对的误果追了过来 尽管文森特连声制止 但他还是朝着汽车连开竖枪 要命的是其中一枚子弹刚好命中刘易斯 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面包店 强忍疼痛 用烈酒和火焰为伤口止血 下一刻 疲惫感猛然袭来 刘易斯强撑着将手枪拆解 终于抵抗不住 昏了过去 但他不知道的是 文森特与副手已经查到他的资料 从信息来看 刘易斯和哥哥在年幼时经常被父亲虐待 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不对孩子下手 同时 他们还查到刘易斯家曾经经营过面包店 无果得知消息 当即赶来查看 但映入眼帘的 唯有腐朽破败 沉闷的脚步声将刘易斯惊醒 他急忙组装武器 精神紧绷地看向上方 好在无果并未发现地下室的入口 简单查看后便回到警区 告诉二人 面包店除了灰尘 就只剩乱飞的鸽子 然而这句话却点醒了副手 根据警方调查 他们曾在案发现场发现鸽子粪便 显然面包店就是刘易斯的藏身地点 一时间 大批FBI出动 经过一番仔细搜查 文森特成功发现地下室的入口 可走进去 里面只剩些凌乱的医疗用具 原来刘易斯已经开始最后的计划 解决达瓦娜 但想解决它并不容易 自从儿子遇害后 达瓦娜便寻求丹尼的保护 眼下公司大楼已经被城内所有警力团团包围 可以说连个苍蝇都飞不进来 不过刘易斯可比苍蝇厉害多了 他在地下停车场引发骚乱 分散警方的注意 等众人赶来后 暗中偷袭一名警员 举枪带着他走出电梯 眼看同时被挟持 其余警员纷纷放下武器 但他们毕竟训练有素 趁着刘易斯分神的奸细 其中一人突然拔枪偷袭 惨烈的枪战瞬间打响 一时间局面乱作一团 子弹如雨点般接连射来 轻轻胖胖打到屋内一地狼藉 可这些警员却低估了刘易斯的身手 他借助掩体不断反击 趁乱打落掉灯 让整层楼陷入黑暗 等电力恢复 刘易斯已经逃到楼顶 见此情景 众人急忙追赶 却不料这是调虎离山之际 此刻刘易斯已经借助绳索返回楼内 一记枪托将茉莉砸翻 逃出自己的手枪 朝打瓦那步步紧逼 引下二人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刘易斯也没有废话 直接对着他的下巴扣动扳机 然而枪里却没有子弹射出 唯有清脆之声不绝于耳 原来刚才刘易斯组装手枪时病症发作 忘了装最重要的撞针 就在他疑惑间 被赶来的莫里狠狠打倒 与此同时 文森特等人收到一个邮件 里面装着记录兰迪兽型的U盘 上集看完 同样心中大惊 破例让文森特去询问刘易斯 此刻 刘易斯已经被送到医院 眼看三人赶来 他表示 自己唯一的要求 就是将达瓦那绳之以法 但这在文森特听来 无异于痴人说梦 毕竟刘易斯是一个职业杀手 他的证词根本不可能有效 更别提法律 有太多的漏洞可以钻 说着文森特提起一段悲愤的回忆 一年前一个罪嫁司机夺走他妻儿的性命 可目击者却在法庭上指控了其他人 最终导致凶手无罪释放 这件事让文森特对法律彻底失望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坚信的正义 听到这儿 刘易斯突然提起自己还留有记录达瓦那 故凶杀人的电话录音 可当副手问起放在哪时 刘易斯却忘了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记录信息的手臂也被清洗干净 他请求文森特帮助自己回忆 但文森特却也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 达瓦那找到私人医生迈尔斯 开出一千万美元的报酬 让其去医院暗杀刘易斯 以绝后患 因为达瓦那手中有自己的把柄 麦尔斯只能无奈同意 他带着毒药来到医院 就在准备注射时 刘易斯突然醒来 拍手将其制服 不久后 FBI将医院封锁 但因为刘易斯挟持着人质 他们也是投鼠忌器 只能按照要求 让文森特独自前往谈判 眼看目的达成 刘易斯与麦尔斯披着床单走了出来 可他们的衣服还是暴露了身份 聚机手瞄准后果断扣动扳机 然而倒下的却是麦尔斯 原来二人提前更换了服装 这场面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刘易斯则趁机钻进车里 他告诉文森特 既然麦尔斯能来暗杀自己 就说明达瓦那已经买通当地警方 准备将此事彻底掩埋 这时 刘易斯突然灵光一闪 记忆瞬间变得清晰 提起贝里这个名字 在让文森特保证会为碧翠斯伸张正义后 他义无反顾地打开车门 下一刻 激速的枪声响起 仿佛是对英雄悲壮的婉哥 等文森特下车 刘易斯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这场调查也随着他的死宣告结束 尽管文森特有心继续 却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 但真相往往在一瞬间被揭露 就在他整理物品时 突然看到那张面包店的照片 店名正是贝里的劈血 这一刻 文森特明白了刘易斯的良苦用心 他急忙来到面包店 撒碎灯牌从里面取出优盘 这便是决定性的证据 然而等检察官听完录音 却表示这点证据远远不够 更别替达瓦娜有钱有势 就算所有人都看到他雇佣杀手 最后的结果还是会无罪释放 为了几个生活在底层的孩子 去得罪一位地产大亨 显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这番话让文森特只觉不可置尽 他努力了这么久 到头来结果只是一场笑话 或许在这些人眼中 自己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 愤怒的文森特在检察官面前大发雷霆 可他这么做又能改变什么 最终只能喊怒衰门而去 一切尘埃落定 当天夜里 副手找到文森特 强拉着他来到酒吧放松心情 酒过三旬 文森特突然看到一条重磅新闻 丹瓦娜在家中被人暗杀 这让他瞬间明白 原来副手这么做 是为了让自己有不在场证明 至于凶手是谁 答案呼之欲出 记忆是上映于2022年的动作电影 改编自2003年的丹麦影片 冷面赤心 如果以五星之来评价本片的话 探长认为动作三颗星 领片上映时 莲姆尼森已是古希之年 可以看出动作场面已经力不从心 不过这份精神还是让人感动 角色两颗星 尽管本片演员阵容强大 但人物的动机和转变 都有些生硬突兀 莫尼卡贝鲁奇 更是沦为打酱油的花瓶角色 这点让探长我很是失望 剧情两星半 本片为主角加了一个阿兹海默的设定 原本应该颇为新颖 但局中却并没有怎么展现 破案调查也是平平无奇 真是浪费了这么好的卡斯阵容啊 看完全篇 探长我感触最深的 就是杀手行业内卷太严重了 刘易斯年过七十 且惯有阿兹海默 就这样还要被逼着接任务 不知道现实生活中 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呢 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里留下片名 充分的探长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 拜拜